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司徒家的令牌 看来早晚得去司徒家转转啊 多好运 我还是帅 小姐看到了吗 小少爷十九岁便已达到剑皇 就算在我们独孤家也是出类把催 还有叶灵小姐 不到十五岁便已踏入万法镜 您在忧郁之中得知也该欣慰了 此地因散怕是不简单 何方神社竟敢挡我叶璇的路 咋来的小猫孩 此地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趁我还没动刷新 赶快滚 竟感觉不到任何机械 此人修为必然颇高 晚辈无意打扰 只是前来寻一救命仙草 这里并无什么仙草 在我看来你是活腻了 前辈莫要吓唬晚辈 吓唬你 没看到旁边一堆堆白骨吗 再向前 你必成为其中一具 他们全都与命于前辈之手吗 是他们修为不够 动手都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前辈为何干掉这么多人 别我知困 结界 不对 是盗责 怎么 这么多年总算来个识货的 莫得此物可应有神力 可惜我当年年少计胜 未能将此收服 导致我被凡事 被他囚禁此地一千多年 不妙 要被吸过去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等待体质特殊的人 你小小年纪 浑身散发不同于常人的剑影 知数难得 希望我等待的人就是你 你 你要做什么 我 送你个礼物 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 你小子真是不简单哪 前辈 救我 我被他困了千年 可没本事救你 能不能活下来 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恩人 可有心愿未了 帮我带句话 给护剑蒙鹿尊主 好 说什么 就指着他的鼻子说 我是你爹 你爹 你这就把你带来打去 谢于他 这是第三层 道则竟是第三层 代下叶玄 有大神在吗 你爹 你爹 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护剑蒙鹿尊主可在 阁下是何人 竟敢擅穿我护剑山 我是你祖宗 老乞丐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一边去 快叫陆尊主出来见我 本尊就是陆尊主 阁下是何人 陆尊主 连渊大帝 没听说过 不知小儿 不知也罢 我来此是替叶玄给你带个话 叶玄 带什么话 我是你爹 放肆 法已带到 告辞 可恶的叶玄 气煞我也 尊主息怒 叶玄无非就是成口舌之快 不能一直让她躲着 得引她出来 我记得她有个妹妹 不错 叶玄的妹妹叫叶玲 如今是北韩宗圣女 若是控制住叶玲 就等于变相控制住叶玄 尊主有何想法 我有一侄儿 风流倜傥 意表人才 与北韩圣女简直天生一对啊 沈宗主 笔人这次前来是诚心提亲的 提亲 为何人提亲 九闻贵宗圣女 天纵奇才 我护戒盟陆尊主 有一侄儿 名叫陆轩铭 两人可谓绝配 还望沈宗主成全 谁不知道这护戒盟的陆轩铭 是个花花公子 多谢陆公子看得起 不过小玲儿还不到十五岁 实在不宜婚配 还请谅解 怎么看不起我们护戒盟 阁下说到哪里话 在这青苍界 谁敢看不起护戒盟啊 只是小玲儿实在还小 沈宗主 你要想清楚 如今青苍界灵气稀薄 北韩宗似乎不太好过 陆尊主已承诺 只要我们两家联姻 日后北韩宗的事 就是我护戒盟的事 三日后我护戒盟来迎亲 还请沈宗主做好准备 哈哈哈 护戒盟简直欺人太甚 我看多半是为了那夜玄 既然护戒盟的目标不是小玲儿 那只要将夜玄引出来 护戒盟就会放过小玲儿 小玲儿对夜玄感情极深 倒是他若知道 肯定会仇恨我北韩宗 他会理解的 去坐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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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